就是我这边有一个常见的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bill this 我不是说已经列出来 而是说我需要一个一个去把那个编号查到 然后帮我把后面的资料带出来 OK 常常会遇到 比如说这一笔订单 比如查到某一笔订单 然后请你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订单的后面的资料 全部都帮我带过来 可是我问你要怎么把它带过来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刚刚已经 那怎么样把这个资料给带过来 当然第一个 一样怎么样 我们一样还是要先带一个东西过来 不过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刚刚好 当我下拉的时候 它就跳出来 我总不可能说我下一个 然后我又再把它拉一下 再复制一下公式 所以理论上应该怎么样 如果当我这边有一个资料过来 它就应该自动跳出来就好 那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呢 是用函数 一种方法呢 比较彻底 用VBA 对 OK 那难易度的话 当然你们可以自己去评断 评断 不过用函数有个缺点 就是你背后要做很多隐藏的动作 所以第一个 我们该怎么做这件事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先产生下拉 所以你们待会把这个Biolid复制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把这些资料全部删掉 所以你可以留下那个栏文名称就好 Ctrl Shift向右向下 Delete 接下来呢 我要产生下拉清 下拉清还怎么做呢 当然当我点了其中一个 这边应该有个箭头嘛 所以下拉清单来源在哪里 来源就是这一个 Booking ID 所以呢我可以怎么样 把从游标放A2 Ctrl Shift向下 全部啦 因为我希望 A栏全部都有下拉清单 那到哪里呢 到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把它改成什么 还记得吧 清单 来源从哪边F3 从什么 Booking ID 所以这边Booking ID 好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每一个地方 点下去 就会有什么呢 我的Booking ID了 那我可以借由 Booking ID里面 用选的 那这个好处就是一定不会打错 OK 然后呢 我可以用找的 看要找哪一个 找到 第一步就完成了 OK 那第二步的话 我希望怎么样 当我输入公式之后 自动带出来 所以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 Ctrl C 第一个就可以了 一列 把它Ctrl V 贴上 但问题来了 我现在有 它才冒出来 如果它没有的话 那它应该要不见 有没有 可是它现在变 什么 NOT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呢 你可以在刚刚的公式 判断什么 如果前面有资料的话 那我带出来 如果没资料的话 就空白 所以其实这个做法 最简单的方法 一 请你把这公式剪下 对 给它一幅 所以逻辑里面的一幅 逻辑里面的一幅 一幅什么 一幅如果它 这个储存格呢 前面这个 等于空的 等于 空的 空的就是没有东西 那我也是没有东西 反之呢 我就把刚刚公式贴上去 这样就OK了 打勾 按确定就可以 这个有了 按给力资料 这个就没有 不会影响 那如果再选一个 它又出来了 对 这个后面怎么做呢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会发现 如果你在做一遍 哇 怎么很麻烦 不过你会发现 其实加这个 它的前面都一样 再加个后刮红就好 所以 比较快的做法 一 请你把 Vila前面这一串 复制一下 取消 二呢 把它贴到 等号 这边盖过去 然后后面 加一个后刮红 这样有时候 比较快的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这个等号 贴一下 因为它都一样 只是差别 就是说 那个公司要怎么加到 如果你每一次都要再做一次的话 太浪费时间 不如你就把 等号前面 把它贴刚刚已经做好了一个 那后面的话呢 就照着做就OK了 就后面记得再加一个后刮红 这个后刮红是衣服的后刮红 打个勾 OK 然后再来 向下填满 那问题来了 应该填满多少 我先填满到第十列 OK 你会发现第十列 有的话 这边出现 如果这边没有 它就不出现 但是它会有个缺点 比如说你到 我刚刚到第十列 对不对 好 第十列 再下去呢 没有了 那你在想说怎么办 没关系 再几列 再增加 再到第十列好了 那你想说 老师那你不如就是直接 拉到底就好了吗 是没有错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因为 如果你把它全部后面都加 对不对 它背后都会增加这些东西 在哪里呢 在每一个初春歌里面 所以呢 这个档案会怎么样 会膨胀 会膨胀非常大哦 OK 之前就有同学 真的用这一招 然后把它填到底 哎呀 老师这个档案怎么 好几 好几米卡 开好慢哦 而且跑好慢哦 当然一定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 已经隐藏在背后 OK 所以这一招呢 它可能可以暂时 自本 不是 自标 但我觉得 有个缺点就是 你必须要隐藏很多东西 在背后 而且甚至你可能 要被人家看到公事 最好什么 把公事都隐藏起来算了 有没有 保护工作表里面 还隐藏公事 不然的话 感觉这个有点 所以呢 如果你要彻底解决 这个问题的话 恐怕要什么 把它改成用VBA 有没有 这边的话呢 你就不用管了 那VBA的部分的话 就是说 它真的是自己填上去的 那前提什么呢 当前面有变动的时候 那它就变动这边 当它被清除的话 那它也把后面东西给清掉 OK 所以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刚刚重点一 先把BioLiz复制一个 然后呢 把这边给全部删掉 然后并且把A1 感触去个向下 全部变成什么呢 那个资料验证里面的清单 来源是Booking 所以这边是把它变成清单 二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公事 我是再拿刚刚前面贴过来 但是必须在前面 加一幅的逻辑判断 那这个逻辑判断非常简单 如果它前面的东西是没有 那给它没有 反之就把公事贴过来 这个叙述还蛮简单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个 函数叫Explank 不过我是觉得结果一样 但是公事这个比较简单 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你用Explank 之前还遇到过什么 明明里面是空的 可是Explank 它确认为说里面有资料 为什么 因为Explank常常是 你把资料放进去之后 然后把它删除掉 它已经有 对它有 不知道莫名其妙 就是明明没有东西 它就认为有东西 但是用这个方法 都没有发生过错误 所以我比较不建议 你用那个Explank 那Explank很麻烦 明明没有东西 它就说里面有东西 那怎么办 你还要再把它完全清空 可是我记得好像清空也不行 它还是发生错误 但用这一招就没有错误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但是用这个方法 只能 针对 小部分资料 比如说你可能下拉 大概顶多拉个大概 也不能太多了 你大概顶多拉个五十一百 拉到一千的话 可能那个资料量越来越大 如果你拖拉到一万两万的话 哇那个你会发现档案会膨胀 所以这一招呢 也许可以暂时 针对你那个工作里面需要的 就是你希望能够 透过下拉清单 自动给它一个ID 自动带出其他栏位的话 这个方法应该是比较简便的 但是毕竟他的缺点是说 你要先帮他做逻辑判断 再来的话你要向下填满 如果填满的话呢 当然效率会比较差一些些 不过我想 暂时对一般来说的话 这一招应该也够暂时用 OK 但如果你要彻底的解决 不要让那个档案变大的话 其实可以用第二个方法 用VBA 试一下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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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ès ... ... ... 你